今天我們要介紹 怎麼不用電子製作黑糖風貴 要準備什麼? 要準備兩個黑糖素薯粉太白粉 跟兩個同一布丁的盒子 是小的,是大盒的 然後還有水就這樣 首先我們先把兩杯的素薯粉再加一杯半的菜白粉 加入兩杯的水,然後攪拌均勻 那我們就開始吧 對,先量兩杯的素薯粉 粉好多 可是問題是很臭 會臭嗎? 我覺得很臭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你覺得香 怎麼會有素酥 你剛剛說的 不要壓,就是平平的就可以了 再多一點啦 還沒有滿啦 要平平的,平齊 那個杯杯要平平的 好,那這樣子兩杯 兩杯的素薯粉 倒進去 對,倒進去 對,倒進去 然後再加入一杯一半的 太白粉 那半怎麼量啊? 半的話就是大概囉 不算它的寬度不一樣啊 直徑大小模一樣 大概應該是不會差很多 就是半杯的布丁盒這樣 好漂亮喔 它斷了 用這個布丁盒來做涼茶 就是 7-11隨隨便便便都買得到 欸,小小便便 好,加入兩杯的水妹妹來倒 色色色色 變很漂亮 很花花花 再來再來 倒倒快要表面張力喔 好,提提 好 姐姐,你要不要幫它 它會不會打翻 不會啊,瑪迪 去凹了 輕輕的到 你是感覺很心 好,要攪拌 要攪拌 趕快攪 聖人 再一杯 一人薑的那種感覺 這已經結塊好硬喔 對喔,會 因為 倒入水的時候會很硬 比較不好攪 但是要有點耐心 我沒耐心 好,然後攪拌 攪拌 會很硬對不對 那我想攪拌 好啊 硬掉了給我 等一下好不好 姐姐先攪 因為現在一開始很硬 超難攪的 等一下再美美攪 很難攪 然後你要有耐心 然後慢慢攪 它到最後會變成 像這樣水水的 就OK了 但是還是要一直攪 它要不然它會 太白粉會 跟素水粉會沉澱 對 然後第二步驟呢 第二步驟 我們要加入 兩杯的黑糖 再加入四杯的水 好 那妹妹幫忙 四杯的水喔 臭了 就很臭了 4杯的水 1杯 小心 1杯 幹嘛不是啦 不是不是 加到鍋子裡啦 在鍋子裡 喔 是加到鍋子裡喔 它出來了 我這邊倒小 倒小力一點 什麼沒差 你對我來說 對你來說 對你來說 像不像藝人家 第幾杯的妹妹 第四杯 最後一杯 好 小心咧 我先把它倒進去 好了 那再來用這個 裝兩杯的黑糖 倒進去 我也要裝 你剛剛裝過了 裝不是你的公主 黑糖快滾囉 好 倒進去 喔 什麼東西啊 倒進去 怎麼這個感覺 那個黑糖水大滾的時候 然後再把 剛剛我們準備的 素素粉跟泰伐 慢慢的 慢慢的倒進去 我想倒 姐姐可以了 慢慢倒下來 我想倒 已經滾了 它這邊就滾下來 不想倒 慢慢的倒 從中間倒 把它邊攪 對 倒下去 對 它等一下就會慢慢的 你看 是不是變成 有稠稠的 對不對 有稠稠 對不對 有稠稠的時候 再攪一下 再攪一下 好的 謝謝 不想攪 然後我們就要把火關掉 要不然它底下會燒焦 那在這種情況下 讓它變成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再把它 拿到電鍋裡面去蒸就可以 再蒸個半個小時到40分鐘 它是水也煮好 等一下你把它被切掉 對 它蒸到 蒸到裡面大概有一點小 冒出 冒出那種小泡泡 就大概是 2小時後 哇 為什麼 不要吵架 不要吵架 這就是中間了 這不是中間 這是你那邊 中間了 不要吵架 我跟你說 因為現在 現在比較涼 現在比較涼了 然後 我們要加一點水 如果不加水 因為如果不加水的話 它旁邊會黏到 那個會黏到鍋子 所以我們加一點水 然後慢慢的把 旁邊的 那個鍋子 跟 昏櫃的地方 慢慢的把它 離 請它離開那個鍋子 才不會一直黏住 這樣子 有沒有 把它慢慢的 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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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慢慢的把它挖開 好 換姊姊用一下 撥開 對 對 慢慢的把它弄 慢慢的把它弄 對 然後到最後 弄了整圈 然後它就可以 離開那個鍋子 貼好久了 對 好的 這樣整個已經 可以已經離醒了 然後 我們把它倒出來 爸爸 你幫我拿著 我要倒 爸爸倒 爸爸倒 幫我摸走 哇 哇 哇 他一直想到五臉 五臉 好 因為剛剛還有一點點溫溫的 我們讓它冷一點 越冷的話 它會越Q 現在還有一點點溫溫的 好多喔 現在差不多也冷了 我們把它剪半 對 要吃的分量剪半 對 要吃的分量剪半 好難的 好難的 對啊 可以嗎 好 然後 對 這樣就成功了 然後再加一點點 我想加 我們的 就加一點點 那個 糖水 然後呢 再把 用料理剪刀把它剪成 就是適當的大小 這樣就是 黑糖 春龜冰了 不想撈到冰塊 不想撈到冰塊 有比較Q嗎 好吃嗎 好喝 剛剛熱熱的時候 沒有那麼Q對不對 有一點點 爛爛的 現在冰過的時候 就比較Q對不對 果凍果凍果凍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要幫我們按讚分享 如果是做成功的人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可能呢 忙一期間 不要亂跑出門 大家做婚櫃